在这个影片中,我们将介绍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如何针对因记忆体负荷过高而效能不佳的虚拟机进行振挫。 首先,我们先检查 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控制面板。 我们马上会注意到,物件的运作状况分数已经降到黄色状态,这表示有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工作负载分数,衡量出主机运作十分吃力,并明确指向记忆体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这是单一虚拟机的问题,或者是由于太多虚拟机在同一时间执行造成的问题。 以至 Operations 标签,我们可以看到工作负载详细资料,因此确认记忆体需求远超过已设定的可用记忆体。 再向下卷动画面,查看在此主机上执行的所有紫虚拟机的工作负载。 从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紫物件都负荷过高,且呈现红色。 这可能表示,同一个主机上有太多耗费资源的虚拟机正在执行,造成过度整合的状况。 让我们回到控制面板,判断这是长期性问题或单一事件。 工作负荷图显示过去六周高工作负载的历史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三天当中,主机一直负荷过高。 接着,再检视热度图详细资料。 我们可以确认记忆体征用是因为所有虚拟机都在同一时间执行记报所造成。 如果我们深入检视其中一个虚拟机,可以发现由于部件压力的关系, 虚拟机记忆体使用权限小于已设定的记忆体。 如果我们按一下Anomalous标章,就会看到目前的分数指向一系列行为异常的记忆体指标。 您可以看到虚拟机记忆体使用率下降的同时,正在进行记忆体交换。 这表示主机过渡部件。 所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第一步是判断这些工作负载是周期性或定期发生,而其他时间处于闲置状态。 如果是周期性或定期发生,我们应该尽可能错开启动时间以排除效能问题。 另一个考量是,在这个主机上我们是否过度整合,过多的虚拟机会产生部件压力。 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考虑将虚拟机移动到工作负载较小的主机。 如果记忆体问题是长期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思考从级中的资源是否充足。 若要解决这个状况,我们不仅要在主机从级新增更多实体记忆体, 而且最后还要为个别虚拟机增加记忆体。 在此案例中,您可以看到V-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如何使用即时效能、容量和阻态资讯来诊断效能问题。 在现今复杂的IT环境中,这种全面性的了解对于管理整体系统效能及确保服务层级与运作效率非常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